嗨,大家好,我是劉一亨 欢迎收看我劉一亨专门介绍不动产的频道 我目前主要是介绍中部地区的不动产 希望你们在看我们的影片的时候 可以先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因为我的物件数最多绝对值得你订阅 那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影片可以找到你适合的房子 那我们现在来到台中市的北区 这边是属于健行路的巷子里面 健行路的巷子里面 那我们其实这附近有国立科学博物馆 然后还有达伦发 然后其实它这边离西区已经很近了 所以这边生活机能很不错 在中明路跟健行路之间 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间是高楼层的套房 高楼层的套房在11楼 那这是这个建坪几瓶? 我有点忘记了 我记得它室内是7瓶 室内是7瓶 建坪是10.18瓶 没有车位388万 但是屋矿我觉得还可以 屋矿觉得还可以 中等 然后它是一个标准的套房 有阳台 有阳台 当然这个阳台 这边有被这栋大楼挡住 但是它旁边可以看到大轮发 这边有大轮发 大轮发 然后这边就是往中阁医药学院的方向 好 那这个阳台也蛮大的 可能有大概将近两瓶 我看一下 1.26瓶 这个阳台有1.26瓶 然后这边室内的部分有5.65瓶 含厕所5.65瓶 所以虽然它是没有厨房 但是你想要在套房里面煮一点东西 这边很适合弄一个小型的厨房 然后让你弄一个小的流理台 可以在那边简单的煮 像油盐也不用 不会怕跑到外面 跑到里面欺负这样子 我们看一下它的卫浴 卫浴 基本上它是有浴缸的 这是有浴缸的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浴缸太旧 你可以把它拆掉 可以把它拆掉 改成那个干湿分离的空间 那这个卫浴它是没有开窗 它的热水器是电热的 顺热型的 没有天然瓦斯 这流理台也是旧的 当然你可以把它清干净一点 水 水流都还OK 好了 这边有基本的家具 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币来 稍微有一些 还是稍微有一些 这边也 这边比较没有 是那边浴缸的部分有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它这个浴缸已经有一些生动水 积水 它里面可能有一些积水的现象 所以就要把它 最好是把它拆掉 然后重新浴缸的部分做一下防水 那这一侧就还好 我们看一下这一侧 这一侧就还好 就浴缸那个部分 进入门口的地方 要稍微做一下防水 那这个虽然有家具 但是家具都是旧的 如果你不想要 我们会请屋主全部清空 让你可以重新再买新的家具 那当然你比较节省的人 这些东西都还可以用 不用再花钱 那基本上家具都是正常使用状态 使用上都没有问题 小冰箱 这个还蛮干净的 这个柜子都还可以用 只是可能需要再涂个漆 让它会好看一点 涂一下漆 柜子 柜子也都还可以用 当然是旧的 这两个柜子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你看它这个是拿来当鞋柜 然后可以坐在这边 坐在这一串鞋子 基本上这间套房 维持得还蛮干净的 维持得很干净 就是可以看它的厕所 它这个马桶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 账物 稍微简单 就是整间 稍微清一下 就可以继续使用 它浴缸有个洞 浴缸有个洞 这里 说真的我也不晓得 那个洞是干什么 这以前的盖子 以前这个盖子是盖起来的 盖子是要下来的 那里面的洞 我猜可能是维修孔 因为它有排水管在里面 但是那个维修孔也太小了 那就是检查一下里面有没有积水什么的 其实套房小小间的也没什么好介绍的 主要是看一下屋框 然后空间大小 然后这个阳台的状况 基本上它这个阳台 因为它这边 已经有一个阳台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外墙这边会有渗水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就很好 很多人会喜欢把阳台给外推 可是外推之后就要面临一个问题 外墙 已经都通常多少啊 时间久了都会有点渗水进来 所以虽然你的室内空间变大了 但是你要随时 可能都有那个外面这边渗水进来的可能 所以我觉得阳台 如果是一般的滑下透天啊 尤其是透天 我觉得真的不需要阳台 因为基本上它有顶楼可以用 有一楼的后院前后院 可以用当作阳台来让你晒衣服洗衣服 可是套房 如果说你没有24小时的洗衣店 附近都没有 或是你不想要去花钱去洗衣服 有一个阳台让你晒衣服真的很方便 而且你这边采光也会更好 采光也会更好 空气比较流通这样子 所以有这样子的 这个阳台还蛮宽的喔 它不是这样小小的 它是很宽的 你也可以在那边做 弄一些弄个桌椅 坐在这里看着远方看着大润发 这样子也是可以啊 因为这边其实虽然现在是夏天 没有很热 那当然因为现在是阴天啊 太阳 这边是朝东 这个方向是朝东啊 这个方向是朝东 那因为这边虽然是朝东 是因为被大楼挡住了 所以也不会有日照 早上起来太阳晒屁股 也比较不会 刚刚我想问一下这是啥 这个是柱子啊 大楼的柱子 热大楼的柱子 它一直延伸下去 但是这个柱子 有点类似装饰效果比较多 它是空心的 它是装饰效果大于实质的 它真正的柱子是这一个 真正的柱子是这一个 方形的大柱子 这个才是主要的结构 这个是支撑那个 那个阳台的部分而已 对 然后你看喔 它这个柱子是坐在外侧 为什么要坐在外侧 这样子里面就比较平整 就不会有一个突出来的柱子 一个角度这样子 对 它是坐在外侧 然后利用这个外侧的部分 再做了一个阳台 所以这个是建筑规划之初的建筑师的巧思 那当然有些 有些人会把树子坐在里面 那也会觉得里面的两树子有那么多 你可能这边凹了一个角 不好摆家具 有时候会有这个困扰 要去看附近吗 蛤 要去看附近吗 看附近 就是 哎呀哎呀 我们要下去 看一下附近 我们看一下这边总共总户数是217户 哇 217户总楼层 总楼层是13楼 那所以 217除以13 如果217除13 等于一层楼大概167户 一层楼大概167户 一层楼多少户 大概一层楼167户 等一下出去出也知道 哇 好 好 那我出去看看 因为现在是阴天 我们看一下 对 现在是阴天 好我们看一下 因为它这边 阴天啦 所以当然会比较暗一点 目前是阴天 好咯 我们就出去看看 钥匙在里面拿 等一下 钥匙在我车 OK 我忘了关门 关那个落地角 这个门还蛮好拉的 它这个门还蛮好拉的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比较在意 在意那个 总预算以后 这个 我是觉得 可以不用花很多钱整理 2 4 6 8 这边8户 这边6户 总共14户 14户 还有这边还有 这边有 这是楼梯 所以一层楼只4户 这边有14户 这边也是啊 看电表也知道 总共14颗 嗯 14颗电表 看一下楼梯 好楼梯 我踩光喔 哇窗户很多欸 对啊 楼梯踩光不错 因为现在是阴天 快 已经也六点了啦 所以把它搬完六点 就比较暗一点 那我们就往下 好 我记得这里的 这个 那个 财务报表好像是 还有四五百万 算还不错 对不起 对不起 回到一楼 看一下他的财务报表 等一下 我看408万 我们不能够直接拍到 那个细节 还有人名 到时候会被 叫我们下架 对 就是我们的影片里面 不能够看到任何的人名 或是一些 很多的细节的东西 但是我们可以用说明的方式 因为我们常被骂 常被骂 其中 其中 好 可以坐几个人 这是大米电梯 8个人 550公斤 这边是东坪 大哥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这个地下室还有车位可以租吗 没有吗 没有车位 好 谢谢 1 1 2 3 1 3 1 5 1 3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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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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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有一個大輪發,底下有一個麥當勞 好啦,這一間套房是388萬,說真的 是不給也沒有錯,因為以前我們的認知套房都是一兩百萬 現在沒有整理的就要388萬 所以行情就是這樣子 我們拍這個影片給你,我們拍的比較細節 然後全球點水流都會跟你講得很清楚 當然現在的房價不比銅錢 像我今天去看一個客戶 他從桃園下來,其實我影片裡面有講得很清楚 他就是溢價沒辦法溢的很多 他可能有降價,可是降下來 開價跟底價已經差不多,影片裡面都有降 所以那些很想要砍大刀的人 又從那麽遠的地方跑來,就想要砍很多錢 其實你如果當初跟我講說,你的出價就是這麽低 其實我也是不希望浪費你們的時間跑那麽遠 因為我是在台中我沒差,可是你們從那麽遠的地方跑過來 就砍了五折、六折、七折 屋主還好我沒有跟屋主講說你砍那麽多 有一個很便宜的價格,我們也希望屋主願意便宜賣 這樣我們才有業績啊 可是現在我跟你講,不管你接不接手 房子永遠是賣方市場 不是買方說想買多少錢屋主就願意賣 沒有那麽容易 就像你自己有房子 如果行情是一千萬,你願意七百萬賣嗎? 買賣要將心比心 我常常要講一句話就是買賣要將心比心 你希望人家便宜賣給你 你要一個說服點 可是現在的行情就是這樣子 你要砍大刀 我們一加一的很辛苦 我們不希望你浪費那麽多時間 又要來看房子 又要來來回 又要 我今天跟你收了這個七百萬的握權 屋主還是要賣九百多萬 差了兩百多萬 他不會因為你從桃園來 又便宜兩百多萬給你 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如果能夠便宜賣掉 他早就便宜賣掉了 行情就在這裏 我們買賣真的要將心比心 我們不希望把你騙來看這間房子 真的很浪費大家彼此的時間 我們是希望你能夠接受這個房子的缺點 才願意來看這間房子 然後能夠接受這間房子的價格 才願意來看這間房子 雖然我說可以溢價可以溢價 可是房子的溢價不是你想像中的那麼大 如果好溢價 我在影片裡面有時候我會講 可是不好溢價的我會在影片直接講 開價跟底價差不多 如果你真的要彈很多 真的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因為我們是很努力想要去幫你溢價 每個人都想要買便宜 我也知道你們的心理 我也希望屋主願意便宜賣 房子不是我的 也不是我去溢價 是承辦去溢價 所以有些房子 因為有些屋主 現在因為真的是賣方市場 如果說我們每次都說客戶砍了五折六折 這種屋主遇過這種很多這種買房子 就說你的客戶怎麼都是這樣子 那就不要賣好不好 我給別家賣 會影響到我跟同事的溝通 有時候蠻難為的 有時候蠻難為的 確實我的能力沒有到很強大 我沒有辦法常常去用很好的話術 去說服任何人 沒有辦法 我從來不是以說服人為優先 我只是希望你能夠接受 再來看 我從來不講話術的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我不會讓死的變活的 活的變死的 我們就是實實在在的 你能夠接受再來看這間房子 388萬也是這樣子 因為這個 溢價空間真的沒有很大 如果你有喜歡 毫無見不得的人 趕快聯絡我 打電話給我 不好意思 剛剛空檔那麼多其實是有一些問題 也感謝你看到最後 相信 願意看到最後的人 都是真的很支持我 所以我講了一些比較內心的話 希望你們能夠聽得進去 然後 當然我們 你如果不喜歡這一間 我還有很多的物件都在我的頻道裡面 有一千多幾的物件夠你挑了 那 你記得一定幫我們訂閱一下 然後 當然 如果你懶得挑 沒關係 太陰 物件太多 看了眼花聊 沒關係 還是要繼續訂閱下去 因為我每天都會拍攝上架新的物件 讓你有更多的選擇 一直追加新的 我們的物件數最多 你不用出門 我們就在你看邊東部地區 最多的不動產房地產土地房子 給你最多的選擇跟比較 不怕你買錯也不怕你買後文 我們全部的拍攝都是一鏡到底一到位前 沒有剪輯沒有廣角沒有美化 你只要在家裡輕鬆鬆的滑手計畫平板 看一個TV的YouTube頻道 就可以清楚民調 這個更不是你要的土地不動產房子 謝謝你的支持 也謝謝你願意看我們的影片看到完 也感謝你會願意打電話給我 讓我為你服務 謝謝大家支持 拜拜